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有两个新闻要跟大家聊 一个是川普重出江湖 在美国保守派大会上进行演讲 更宣称自己有可能再次参选等等 这等我来说 另一个新闻就是缅甸政府开枪镇压 场面非常的混乱 但是专头跟你讲 这个事情缅甸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 它其实有更深层一个含义 甚至更主要的意思 它是要试探美国的反应 为的是哪 我告诉你为的是台湾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详细的说这两个新闻 以及解释我这两个论点 好 那我们首先先说第一个川普 那么川普在美国的 这个叫保守派大会上作为压轴进行讲话 那这个保守派大会呢 算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会 虽然它并没有什么实权性质 但是它象征意义非常的这个非常重要 同时呢它也是共和党上层 就是说为了掌握权力的层次 和底层的这些支持这些基本盘 这些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 那么今天这个很有意思啊 从现场来看 这个保守派大会几乎变成了川普支持者的一个适施大会 场面非常的火爆 而在这个这次大会呢 特别有意思 共和党内部的实权派 你比如说麦康奈尔 罗姆尼压根就没有被邀请 没有人屌他们 然后彭斯呢 因为听说川普来了 据说谣传啊 据说彭斯也不来了 反正彭斯没露面 川普一个人上台讲 那他讲了什么呢 首先他用一种 谁知道呢 这样的一种疑问句 说谁知道呢 我也许会参加第三次 就是第三次角逐美国总统呢 谁知道呢 底下掌声啊的雷动 他们说第三次呢 他第一次竞选 这是2016年 2020年这是第二次 然后呢 他说第三次 有可能说2024他还要参选 但是他用的是 谁知道呢 这个相当于放风声 但是并没有确定 那这是第一点 那么后面的时间呢 川普呢 实际上只进行了一个步骤 虽然他说了很长 但是他只进行了一个步骤 他把拜登放在了火上烤 然后呢 旁边跟周成池是一样的 烤鸡吃吧 我最喜欢吃 哎 就跟他转啊 扇风啊 撒调料 基本上川普今天干的事 就是这事 那我们熟悉政治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政治啊 我句话叫放在火上烤 不是真的架在工火上烤 跟那个烤那个 JIG SPELLO船长似的 不是那个 但是在局势上 我们称为放在火上烤 就指的是你作为名处 被不停的人攻击 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对的 也会被人说成错的 啊 错的 那更是错的没边 那么川普呢 之前他就刚经历了这个阶段 所有的媒体 围着他一顿炮轰 那么现在呢 拜登取代了川普的位置 当然拜登日子比川普好多了 因为媒体相对来说 还算是向着的 告给他留面子的了 现在川普直接就说了 说至少虽然是 虽然还是说 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媒体 帮助川普来弘扬 来宣传 但是呢 在这个保守派大会上 有许多人听到了 他也算是 好歹是有了一个小渠道吧 那么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曾经是美国优先 现在变成了美国最后 然后拜登有了他上任以来 最惨的啊 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 上任第一个月 我们丢了许多工作等等 这我以前给大家播报过 我就不再多加赘述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 他就说拜登如何如何的无能 拜登如何如何的这个忽视民意 拜登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等等等等 还是这个老一套 但是呢 他总算是说了一个比较 有价值的点在于 他说他要重建美国的 这个选举制度 他意思说 呼吁美国重建一个可信的选举制度 那么从步骤上来说 川普是对的 虽然这个步骤很艰难啊 这个共和党要走的路很长 很长 他首先 共和党先要有自己的明确的纲领 让底下这些民众们 能够明白他们的领袖要干嘛 其次 他们要有自己的媒体 坚定的党媒 不要觉得党媒都是坏东西啊 现在共和党需要一个忠于自己的党媒 而不是像Fox这样的一个灵狐 灵狐的狐狸来回跳的 不需要这些 他需要一个党媒 这方面其实我倒建议 共和党他们其实可以请一些 对吧 那么多去美国生孩子的 那么多去美国的这个CCTV的这些高层们 对不对 请几个可以作为客座嘉宾 毕竟在党媒这方面 他们还是有先进的经验的 董卿不是去生孩子 对不对 聊一聊 怎么能党媒呀 怎么一心姓党啊 怎么央视姓党啊 对不对 你确实应该弄一个 确保共和党保守派的声音 能够坚决贯彻的执行下去 这是对他们党有利的 如果共和党折腾了四年 别说四年来不及 两年之内 共和党如果不能折腾出 一个自己有效的 覆盖全国的高效的党媒的话 共和党就完了 这个党将被 将被就是 有可能就是被历史逐渐遗忘 他就没有 再没有机会了 现在共和党是属于 创党历史以来几乎 咱们不是说就是 几乎是创党历史以来 最虚弱的时期 总统不是他的 最高法不是他的 国会也不是他的 他现在有什么 你看到麦康奈尔就知道 他现在有什么 现在共和党属于是被人左右抽了十个大嘴巴了以后 他开始醒过墨来了 他开始明白了他自己这糟糕的处境 否则的话 在川普弹劾案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那么多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在麦康奈尔的极力游说下依然投川普无罪他们终于知道自己被耍了自己被玩了自己像一个护书宝一样被人用完了之后轻易的抛弃了共和党人感觉到很屈辱我从现在很多共和党人的发言中能感觉出来那种那种味道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觉醒了这个对于美国来是好事美国就是要两党相争了 这样百姓才能最终得利 现在这种民主党一家独大好家伙全倾朝野的状态对于美国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说这个关于美国这个川普的保守派大会上这个讲话我们要客观的看待 不要高看一说川普这个重出江湖马上就王者归来了 没到那份上要冷静客观 但是也不要低看 因为这个大会从民意的反应包括这个主要是这个党自己内部的反应来看他们开始觉醒了他们开始知道争斗了开始恢复一点野性了就像那个在笼子里养了多少年的鹰养了多少年的这些放生了之后开始学会自己捕食了那么对于这个党来说这是活力的恢复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他前面前面他已经输了这么多了他已经就是说被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了他能否挣脱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但是至少他开始不像以前一样灰灰欲碎了所以说这是个好事情啊我们继续观察他的发展看他最后的步骤啊到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及时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播报 那么第二件事呢咱们就得说说缅甸这个政局了啊缅甸开枪了 现在伤亡人数呢有人说这个国际上有人说说至少死了十几个也有人说说伤死伤亡的就这个重伤的会更多 那么YouTube呢不让我放很多的视频所以我没办法所以呢这样等会呢我把这个网上这些视频片段啊我发到推特上来 就是咱们这个号不是有一个官方发布的这么一个一个推特号吗所谓官方啊咱们的小媒体啊有个这个推特号咱们就我就给转到那上去到时候你们点击这个下面这个链接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反正从场面上来说呢一看能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混乱啊 那么具体死亡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网上已经很多人把这个形容为说是缅甸版的这个八九六四 那很多人呢上来就是一顿抨击我觉得呢这些人太早了哎这个事情你要想他开枪开的很匪夷所思 你来琢磨这个问题啊香港抗争啊香港抗争了这么久 为什么没有出现扫射啊 有鸣枪示警的有在这个街头打了几个人的没有出现缅甸这种情况 在视频里边你其实可以等会你可以看到在视频里边有的那个年轻人啊 好家伙前面拿着木板还挡那个催泪弹啊这种简易的盾牌 但是开枪以后迅速都撤击他挡不住子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缅甸军政府或者缅甸军风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没办法镇压抗议游行了不是你想想现在这个这个说这个文明建设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不再是说什么时候需要靠开枪杀人来解决的问题了 又是进化出了专门很多很多这种武器装备专门用来针对这些抗议游行示威者 统治阶层嘛对吧为了维护他的统治 比如说水炮车甚至还有一些更危险的传入的有一些什么声波武器等等用来镇压这些抗议游行示威者 那么缅甸军方你为什么不用呢 你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你可以买啊对不对 空运啊这个中国很快就给你送过去了我们中国有的试试这些这些装备 为什么你不用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最激烈的方式开枪呢 要知道开枪的东西是把双刃剑表面上来说很快对不对 一开枪百姓跑了可是随着百姓的伤亡愤怒会继续累积 而且在国际上缅甸军政府承受压量又会更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很难说哪边更合适 那么咱们冷静下来想一想的话 为什么缅甸军方要采取这种笨棒法呢 所以依据这个福尔摩斯的这套朴素的侦探理论 你把所有的不可能都排除掉之后剩下的这个结果 再怎么难以相信它也是真实 那么真实结果 专头我的分析大概就是说缅甸军政府 它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相装武剑意在佩宫 谁是佩宫 佩宫就是台湾 佩宫就是美国 佩宫就是拜登 他要测试他的反应 通过现场的这个这个照片来看视频来看 有很多缅甸民众举着一个旗子 上面写着用英文写着非常清晰 写着什么 请美国的军队来保护我们 请美国军队来缅甸保护我们 大家想一想 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对于这个一个国家当权统治来说 当权统治者来说是非常羞辱非常耻辱的 因为自己治下的民众自己治下的人民 请求别的主权国家派兵来保护自己 这就证明自己的政府无能 自己的政府站到了人民的反对面上 这是极大的羞辱 侵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你敢不敢派兵 美国你敢不敢派兵插手美电局势 拜登你不说吗 你要下手 你要干涉 那你干涉吧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拜登敢不敢插手 那说实在的 在这个美国的历史上 不多的几次败仗 其中就是这种战争泥潭 在南亚地区 越南是一个 那么缅甸地区的同样的气候 虽然地形可能有所不同 民众有所不同 但是美军对于这个区域 他们是很深入同学的 这个军方未必想会参与进来 那么缅甸军方他要采取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了 为什么我说意在佩公意在拜登呢 他就要测试 拜登政府你想干嘛 拜登政府你到底是嘴炮 还是实干派 你敢不敢派兵 为什么 缅甸军方背后 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你们再仔细想一想 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地方 一个政府在担心着 他在出兵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美国政府会派兵来干涉 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 就是台湾 双方可是在一个区域 你看看地图 离得不远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中国将来攻击台湾的时候 美军派兵可以干涉的话 那么今天他也同样可以干涉 就是说派什么海军陆战队啊 什么这是不用通过国会申请的 不用通过国会审批的 直接美国总统有权 调海军陆战队 直接干涉 他是可以干涉的 那么你敢不敢干 如果缅甸这边现在很明显这种开枪是反人类反人权的 民众的示威 你拿开枪进行扫射 这种东西 那现在美国的这个拜登 如果他敢派海军陆战队 我相信一个月之内国会补上这个通过这个什么 这个因为欺败人权在先 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看你敢不敢 就看你是不是嘴炮 他要做一个测试 所以说这一次的缅甸军政府 他实际上是基本上算是被当枪使 他被当了一次试金时 就要看看美国政府敢不敢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等消息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你们觉得拜登政府会不会派兵干预缅甸时局呢 到时候我们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那专头自己的观点是 拜登是嘴上硬 手的一个软 他不太敢干这种 让美国陷入一个战争泥潭 冒着这样的可能性去干预的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当然有可能 拜登没准是男人力吧 那也说不定 好吧 咱们等这个结局 但是咱们要说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现在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咱们不涉及立场 不是说我支持往这边说 不支持往那边说 咱们必须要中立客观 咱们来说这个事情 我认为台湾地区的战争风险 正在直线升级 你别忘了 前两天中国大陆习近平做这个报告 什么扶贫全面攻坚 他说了好多 其实那个超长 那个严家稿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 你想一个问题 中国实际上是权力社会 那么他这个作为领导人 他要就是说有一些功绩 来让别人公公送得自己 那么你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至少明面上 明面上扫清了贫困 人类的伟大奇迹 清除了绝对贫困 那么你猜他下一步要干嘛 你明白吗 就是咱们换一下换位思考一下 你想象你是他的话 你已经攻克了国内的贫困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攻克了国内贫困 他下一步他就要超越前任 超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要超越前任 他要超越老毛 那咱们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他怎么超越老毛 所以你把这个全盘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缅甸这个事情是一次试探 如果美国这次不出手 不敢派军队的话 或者不愿意派军队的话 他就心里的 他不能说 不是说缅甸这边不派军队 那么台湾这边 美国也铁定不派 但是他心里会有一个平衡 他会有一个大分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派军直接干预的可能性 又会降低一个等级 那么就有可能他就会铤而走险 这个说不定的 我这有些台湾朋友 可能不愿意听这个话 觉得说他们打了那么多年了也没打 有些东西从概率学角度来讲 不是说一个东西过去十几年没有做 那么他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就依然很低 这个概率学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事情你要 每一个时间点 你都要进行独立的分析 并不能拿过去几十年经历套到现在来 有些时候过去没有发生变化 是因为量变没有达到质变 他没有条件成熟 就像富小金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之前富那么多天温度不够 他就是没破壳 但是一破壳 就是量变发生质变 所以说这次的事情我提醒一些网友 尤其是住在可能的交战区域的网友 要多加小心 好吧 毕竟小心无大错 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好吧 所以这个问题我该提醒的 我提醒了 我认为台海局势正在潜在升温 这种升温 多说一句 这种升温我认为是比这种宣传武力攻台 我们宣传要开战 其实是比那个更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嘴炮它没成本 但是你要驱动一个政府 来帮你做一个试探 做这样承担严重国际后果的一个试探的话 我跟你讲 这背后要动用相当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成本的 也就是说嘴炮没成本 可是行为它有成本 你要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它的这个危险级数是更高的 当然了 这其中的一切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和个人的推测 我也没有证据 所以到底它会如何发展 我们也要一起来拭目以待 来看一看 来用时间来验证 看我的这个观点到底正确不正确 好吧 那今天这个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